這段就好像跟WAVE一樣的 我們畫個表格就是總結整個topic 我們最重要的兩個concept 就是一個是電場 另一個是自場 好 我們畫了一個表格出來的 一個TrackField和BlackField 首先我們看看 它有什麼source會導致 到有TrackField 就是正charge和負charge 而BlackField就是一個 Manage North Pro和South Pro 但留意一件事就是 在Manage裡面 North Pro和South Pro 是會黏在一起 在同一個物件上面 North Pro和South Pro 但是正和負 就可以有單獨的物件是正 單獨的物件是負 而且這個特性 就決定了電場和自場 有很不同的分別 先看看什麼是相同之處 相同之處就是兩個 它們都不會innocent 你不會看到兩條電場線 或者磁場線 是會相交於一點的 如果相交於一點的話 你放一個charge 在相交的位置 你是不知道它的false的方向 因為它的false的方向 是uniquely defined 是唯一的 所以其實它不會有兩條電場線 是相交於一點的 還有什麼特性呢 就是它的fuel strength 電場或者磁場的強度 是正比於density of line 越密的地方 就代表電場或者磁場 就是越強的 那兩個有什麼不同之處呢 就是電場線呢 我們就會叫diverge 它的方向呢 就是由正指向負 再指向無限 而磁場線呢 我們就叫它curl 那分別在於哪裡呢 磁場線呢 一定是會形成一個loop的 而磁場線 sorry 磁場線一定會形成一個loop的 而磁場線呢 一定不會形成一個loop的 For example 你的磁石 你就會是由 North Pole 自向South Pole 好 好 這個我指明一件事 就是這個磁石 外面就是North Pole 指向South Pole 但是磁石裏面那條線呢 是由South Pole 指向North Pole的 而且形成一個圈的 磁場線一定有一個圈在那裡 電場線呢 終結的位置就是Charge的位置 所以它所有的 理論上如果它的Charge 將條線再劃長一點 它膠點就是這個Charge的位置 所以它就不會形成一個loop的 因為它 它一定會有一個分叉的位置 就是那個分叉的位置 就是Charge的位置 那麼它有什麼detection的方法呢 檢測的方法 對於電場線來說 一開始就會學過就是灑一些粉下去 那麼通常那些就是 Iron Filling 對於磁場線都是Iron Filling Iron是Metal 它可以產生到Electrocytic Induction Iron Filling 亦都是一個Soft Magnetic Material 它容易被磁化和小磁 那亦都可以給磁色吸引 那你只懂得這麼多 那到磁場時還有沒有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Compass 那就是不要忘記了這個 好 好 那對於它的數值方向 你需要計數方向 你或者要知道 就是 野獄Field 你需要懂得是Point Charge 如何計算野獄Field 是Point Charge的野獄Field 那你用回Colm's Law 就是1-4Python QQofR² 這個就是False 如果它計野獄Field 就是QofR² 第二個就是 ParallelPater 那這個EField的數值呢 就是V 除了一點 Rolential Difference 除了Distance 對於MaticField 你需要知道兩個 第一個就是Strict Line Wire 那條色就是 B等於 m0i除了2Python 第二個就是Sorn Line 那個MaticField 就是m0ni That's it 如果它有給你Uniform MaticField 你就是會提供數值 你不需要計算的 所以你需要懂得計算 電場來說 需要懂得計算 Point Charge 和Parallel Page 在MaticField 裡面呢 需要懂得計算 Strict Line Wire 和Sorn Line That's it 這個就是 表格就是 告訴你 這兩種 的 電場和磁場之間的分別 那這次就到這裡 拜拜